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1月15號星期三的忍者無敵 我是某證券頭褲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要請大家包容一下我現在目前有感冒的聲音 那有一點富有磁性又沙啞的聲音 已經快好了 也要請投資朋友多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因為最近真的天氣多變化 所以身體要多多保重一下下 今天早上的時候我已經有把今天下午 這個節目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預告都已經分享給大家了 我今天包含了像是盤式看法 然後今天的大盤下跌這樣部分的話是怎麼樣來看待 然後另外的話像是聯發科 那聯發科的話今天有一個比較屬於利空的一個消息出來 那另外的話呢 那現在目前的一個選股策略 可不可以報股過年 等一下的節目我都會帶給大家 所以今天的節目非常精彩 那賽亞的聲音的話請大家包容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在目前的這個大盤的部分 來我直接看大盤指數 今天最後大盤收盤跌了88點這個部分 那至少還收在12000點就是收在12091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看到最後一盤的部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應該叫做黑手吧 那這個黑手的話持續還是在最後一盤的時候 大買了145億 那它買了什麼當然不外乎 就是明天要開法縮的台積電 買了1萬張最後一盤 然後另外呢 鴻海最後一盤也買了5000多張 所以造就了在最後一盤的部分的話 硬拉上去來做一個跌幅收斂的這樣一個收盤 那不過呢其實現在目前的行情來說的話 其實我早就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我不是一個只會一直看多的一個分析師 那我會告訴大家說現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要怎麼樣看 然後你覺得應該說這個時間點你要注意什麼樣的細節 或者是說比方說像昨天這個行情 來看一下昨天這個行情 我有沒有跟大家說明說 其實在昨天的這樣的行情 已經是有連續四根這樣的一個紅K棒往上跳上來了 那甚至是已經面臨到所謂的前高12197的這樣的一個壓力區 而且那邊是一個1900多億的一個套勞量 那也就表示說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多方要硬去往上拉 然後拉過這個高點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一個疑慮發生 叫做是多方力竭之下的一個量價背離 價量背離的一個現象 那除非是說如果真的衝上去的時候 你可能要爆一個更大的量 那不過現在目前看起來 既然沒有這麼大一個大量的時候啊 那不如就是先稍微休息一下下 然後整理過後再勾 那那樣子的話反而是對一個多頭 是一個更健康的一個走法 所以我昨天的一個節目是在這樣子跟大家說明的 所以如果像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跌幅 最後一盤中成績一度跌到100多點 然後最後的話只有跌到88點這樣來做收盤 其實我覺得這個現在目前反而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走法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對一個盤勢多頭的一個看法 是依然沒有做任何的一個改變的 所以這個波段多頭的行情是持續在延續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幾個重要指標 比方說像是台積電 那比方說像是大力光 這個古王跟拳王都已經先領先這個大盤指數過高點了 那甚至像是台幣匯率的部分 也是一樣喔 就是持續在做一個升值趨勢 雖然現在目前看起來有點像是小扁 那今天現在目前的時間的話是 接近三點半的這個時間來說的話 還有一點小扁 可是如果就整個大的趨勢來說的話 那它至少是一個升值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表示資金持續在湧入到我們這個市場裡面來 那另外的話也可以看到像是高價股的一部分的話 持續在做活躍 所以現在目前的行情來說的話 依然是一個波段多頭的看法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部分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一樣是先給大家做一個分享 對於行情的一個看法的部分 然後呢 所以結論叫做是拉回的一個走法的時候啊 反而是一個對未來行情是一個比較偏多頭的一個看法的一個延續 那這個部分的話先分享給大家 然後另外我也要恭喜 就是長時間這樣子支持我 然後這樣子看我節目 在節目裡面有支持我的投資朋友跟粉絲朋友們 就是如果你看到我這段時間 那分享的這些相關的個股以來喔 比方說像是11月我跟大家講 就是搶進2020年的趨勢成長的一個好股票 然後甚至呢 像是有一些像營收成長的啦 營收創新高的啦 那或者像是前一陣子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耶誕好股這些相關的個股的部分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大款這樣子跌 那你看到我先 我前一陣子分享這些股票 都還在持續在做上漲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大人哥真的是佛心來的 那分享的好股票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自己看好的 然後我能夠分享的 我就會盡量分享給投資朋友 那比如說呢來看幾檔標的喔 新日星 新日星 3376的新日星 這個是在11月我就已經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到今天為止 已經又再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而且有沒有發現它就是一個 做完很完整的一個 整個代彈之後的一個順水推舟 的一個準備要延續一個三升三四的行情 那原因是因為它是很重要的軸程 TWS必須要用掉的關鍵 零件的一個廠商 而且它是屬於龍頭廠商 所以它今天在創新高 一點都不意外 然後恭喜有買進的會員朋友 投資朋友 那另外的話呢還有什麼樣的股票 來 來 新普 我為什麼說 5G手機 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電池的一個延續性 那因為5G它是需要比較大的一個 電池的一個容量 所以龍頭廠 那我推的 我分享的部分的話 我會盡量去找大的 龍頭的具有指標性的公司 分享給大家 來新日星 新普的話今天也上漲了2.1% 然後另外也要跟大家說的叫做是 我之前有說的 因為它前一陣子 是被 來我 切給大家看 是被投信賣下去的 然後如果你看到投信的一個 賣法的話 到昨天為止已經是 到前天已經是沒有賣了 甚至到昨天的時候 已經轉為買超了 那今天的數字還沒出來 晚一點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是轉買超或者是賣超 那這部分的話 再給大家做一次提醒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投信 已經 反手在買進了 或者是說你看到 幾乎都沒有買進 然後結果突然大量買進的時候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 這個真的是 標股中的標股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提醒大家 然後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像是儀頂 來 5289的儀頂 今天還大漲了3.64% 那又再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而且這個幾乎也是一個 來看多久的高點喔 有沒有發現 很久很久的高點 那這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我在11月 就已經有跟大家做分享的標的了 那另外的話我也可以提一下 最近分享的像是 先不要講好了 來 耶旦分享的好股的兩檔股票 那如果你沒有去追高 你如果只是因為 就是比方說 你看到好的買點 去拉回買進的話 你到現在為止 都是獲利 都是賺錢 那這兩檔股票的話 我的會員也都有親自去做買進 然後目前的狀況 也都是獲利的狀況 那因為真的都還沒有 還沒有公開來的部分的話 所以請大家還先多包涵一下 不過如果你有收到 你就可以知道 都是獲利的狀況 所以真的要恭喜我的會員朋友 跟恭喜同志朋友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你看到今天我的節目的主題 叫做依頂第二 然後我也乾脆加碼分享給大家 來看一下什麼叫依頂第二 來 直接切今天的走勢給大家看 依頂第二 跟大家公告 就是3515的滑擎 那滑擎呢 它為什麼叫依頂第二的原因 是因為 依頂是做什麼的 它是做記憶體 伺服器 模組 而且它是做所謂的 伺服器給大廠的部分 那滑擎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 因為它是 原本是做主機板 然後它切了一塊業務出來 去 去跨足到所謂的伺服器 這樣子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你會發現 它原來是 切入到伺服器的一個 很成功的一個公司 甚至它的12月的營收 前陣子公告的時候 也是比去年的同期 大漲了50%多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滑擎 就是我說的 我在1月7號的時候 帶給我的會員 去做進場的滑擎 的部分的話 今天也是大漲了4.81% 那 當初進場簡訊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有看我節目的話 你會知道 我已經切入這檔滑擎 那在1月7號的時候 就有帶給我的會員 去進場滑擎的部分 然後 那個時候 12月的營收還沒有公告 那公告之後呢 它就是 已經創下了 就是 YOY有成長50多%的一個 這個部分 而且我還告訴大家 叫做投信已經 默默的買進 而且股價抗跌 所以 這檔我的看法叫做滑擎第二 那今天在節目裡面 特別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的話你會看到 到1月9號的時候啊 我也在讓 我的新進的會員的部分 來去做持股的一個進場的部分 所以部分的話 分享給大家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進場的原因的話 還是一樣 就是回歸到盤勢的部分 我的看法很簡單 就是現在的行情 叫做多頭的一個看法不變 那既然多頭看法不變的時候 我就是 拉回 手穩 就是很好的買點 所以我敢買在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1月7號 然後 這個1月7號的時候啊 進場買進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拉回的買點 那甚至呢 在這個1月9號的時候 我還敢讓我的會員去做加碼 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 手穩之後 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買點 所以我讓我的會員 買在1月7號和買在1月9號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一樣 分享給投資朋友 就是很好的一個買進策略 叫做是手穩 去做買進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也就是我說的 三生三世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策略喔 那所以其實在 我想就是 雖然我真的很沒有辦法 在所謂的 精準的買點來做分享給 投資朋友 因為真的是基於所謂的 投顧的法規 我必須要很嚴謹的告訴大家說 我是一個很守法的分析師 所以只要是 合法合規的部分的話 我就可以多講 那但是如果真的是屬於一個 所謂的進場的買賣點 這個部分的話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只有我的會員 才有這樣的權益 才有這樣的一個可以獨享 這樣的一個 精準買賣點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甚至今天還有人問我說 那個怡頂 我什麼時候可以把它賣掉 那但是這個很抱歉 就是 畢竟 不是我的會員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精準的賣點是什麼時間點 那 這部分的話還是要請 投資朋友做包容 做包涵一下下 那但是既然如此的話 就是我覺得還是有很好的策略 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比方說 來 我今天有在盤中的時候 有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那昨天節目裡面 我有跟大家提到 所謂的 投信 不能說的秘密 其實 我昨天說不能說 其實都已經告訴大家了 那什麼樣叫做是不能說的秘密呢 來 我給大家看 複習一下這張圖 4977的重達 昨天 那 看到了 應該說前天 看到了投信 所以在這段時間以來 就是近期來做一個 單一日的一個大量的買進 這個動作 然後到昨天的話 它是連續第二天的買超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檔股票 被投信 連續的買進 或甚或是叫做原來沒有 原來沒有 原來沒有去做買進 突然買進了這樣的標的的時候 它就 很有機會 很有可能 變成是 下一個很重要的標股 你看到 昨天 是漲停板 然後今天的話 還大漲了 4.20% 然後其他還有什麼標的呢 來高利 高利 高利到今天為止 都還在上漲1% 然後甚至像是 甚至像是惠特 今天的話 也都還在屬於一個高檔震盪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時候 有發給大家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 你看到投信鎖碼的部分 看到投信鎖碼的部分 還有看到投信鎖碼的部分 你就會知道 原來 我可以看著投信 來做這樣子很好的操作 那 可是 投資朋友你會覺得說 啊 問題是 上市櫃有1700檔耶 我怎麼樣可以 大海茫茫 大海撈針去 找到這些 所謂的投信鎖碼 投信任養的標的呢 那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叫做是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我可以 在投信買進的時候 去做精準的買點 所以我今天開始 讓我的特別會員的部分 可以享有這樣子一個很好的策略 那原因的話 是因為我之前真的回撤了很久 然後甚至我也讓我的操盤團隊 去做一個實彈 真的是用真槍實彈 去真金白銀去堆出來的 那這個績效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讓我的投資朋友 我讓我的 我讓我的特別會員的部分 從現在開始 可以享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策略 所以我也推出了像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就是 因為 我認為真的是所謂的投信鎖碼 那 它就是會有題材 它就是會有行情 你看到的 有圖有真相 而且我也讓我的操盤團隊 去用真金白銀去練出來 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也可以分享給我的 會員的部分 所以我推出像這樣子 投信鎖碼 讓各位的年中可以變大 當然你會擔心說 現在這個時間點去進場的時候 是不是會造成說 我的會期現在就已經買進 今天是1月15 然後下個禮拜一 就要封關了 然後一直等到2月的時候 有這麼大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不想要讓我的會期 就這樣子被 被閒置在那邊 所以我也特別的 幫各位投資朋友去做爭取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時間點 來加入我陳崑仁分析師 大人哥的 特別會員的部分的話 我可以讓你從 會期從2月1號 才開始起算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時間點 你就加入我的 特別會員的時候 明天如果有 今天如果有 索碼的標的 我明天就可以讓你進場 那如果這幾天 有任何 索碼的標的的話 我就可以立即 馬上讓你進場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時候 我至少 可以讓你在2月1號的時候 才做 真正的會期的起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可以讓各位投資朋友 你如果加入我會員的話 不用擔心這個 會期的一個損耗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 價錢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我會用最短的會期 用最大的一個 回饋的價格 回饋給我 這麼長時間來做 支持我的投資朋友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要分享給大家 有這樣的一個很好康的一個訊息 那這個是小小的業配時間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直接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您幫我 讓大仁哥 陳昆仁分析師 幫你有把 最好的績效做出來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 我的LINE 小老鼠 DAREN888 來做留言 然後我會直接 請我的特別助理 來協助各位投資朋友 來完成入會的這樣的手續 那其實我覺得喔 現在目前這個行情啊 真的是屬於一個 破斷多頭的一個看法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那不過今天啊 有一檔股票 就是有一個利空消息 不過我要挑戰這位所謂的 地表最強分析師 是哪一檔股票呢 是聯發科 那因為真的我的會員 他自己也有買到聯發科 那聯發科其實是我 我真的看好的很好的標的喔 那他今天使用什麼樣的利空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還沒有進場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很坦白的說 就是我看好這檔標的 我看好聯發科 而且我很有機會 會帶給我的特別會員去做進場 那可是他今天我有一個利空消息 叫做是郭明琦 原本是地表最強分析師的郭明琦 他說 5G的晶片 因為高通要砍架 所以聯發科會受到衝擊 所以你會看到聯發科的股價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聯發科 他從464一路跌到今天的剩下 416塊的部分喔 那他怎麼講的 他講到的是叫做是聯發科的晶片 會受到 這個高通的一個 價格競爭 那那個765的這一顆 中階的5G的晶片 去做消價競爭 造成聯發科的一個毛利率 比市場低 20個百分點 那我要講一句話叫做是 這種話還說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叫做是 雨不驚人死不休 那我用一個數字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剛剛才做出來 最新的一個數字給大家看的喔 來 精美的投影片 來這個是 聯發科的天機800跟高通的765的晶片 的一個比較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兩個出貨時間啊 因為是對打 所以都會在 今年就是Q1的時候 就會來做推出 而且他們都是主打中高階的一個 手機的這個部分 然後不過如果從代工的部分 跟毛利率的部分 跟主要品牌 開始來說的話 就會你會發現 真的不一樣了 那代工的部分的話 來 高通的那顆 那顆765的 它是用三星的來代工的 然後如果是 聯發科天機800的話 它是找 台積電 然後是良率最高的台積電 而且具有成本優勢的台積電 來做代工的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天機800它的效能是遠大於765 甚至是天機800它的良率也都絕對是遠高於765 所以即使你會看到高通它要用所謂的價格競爭來說的話 那試問它可以降價多少錢 那如果用一個比較合理的預估來說的話 其實所謂的天機800 它即使再用一個這樣的毛利率來估算的話 它的毛利率都還有42%左右 而且它是優於目前聯發科的其他產品線的這個部分 那我再講一個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合理的估算聯發科的一個本益比 它只有19倍 因為如果用合理的一個 甚至用比較客觀比較保守的 來估所謂的聯發科的 2020年的EPS來說的話 也有22塊左右 那目前的股價來說的話是416塊 那目前的本益比只有19倍 怎麼會有這麼便宜的IC設計的這樣一個這麼重要的指標呢 所以我會說現在目前的聯發科 是我覺得是一個已經很便宜的一個部分了 那但是我這個時間點叫做是我追蹤的一個時間點 那原因的話是因為真的聯發科 最近啊 是受到了外資和投信的一個一起在做 砍出的一個動作 那我不曉得他們砍出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反而砍出的時候啊 會帶來另外一個很好的一個買點 那怎麼買 那有幾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來比方說外資或者是投信 就是賣超 終結 然後轉為買超的時間點 或者是說 聯發科的股價 在這邊已經不再因為利空 再去有所謂的下跌 然後反而是去做一個手穩 直穩的一個打底的這個動作 那甚至 我可以等到聯發科 直穩在反彈的時候 再去做買進 那原因是因為 我雖然不可以買在一個 買在一個最低點 但是我可以買在一個相對安全的點 那這個就是我陳昆仁分析師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交易的一個策略 就是我會找到一個安全的點 讓我的會員去做進場 那這個是我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會帶給我的會員 去一個精確的買點去做進場 那如果你是我的粉絲 就是每天有看我影片的話 那你大概會知道 我什麼時候真的有帶我的會員 去做進場聯發科了 那但是目前還沒有 我還在等這個很好的時間點 很好 我感謝郭明琦 地表最強分析師 幫我喊出一個 很好有機會去買進切入 聯發科的這樣的時間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在這邊節目分享給大家 這個部分 那還有為什麼我會看好聯發科的原因 就是我在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論點 就是如果你看到今天的新聞來說的話 美方雖然正式要跟中國那邊去做 所謂的第一階段的一個貿易前約 關稅戰暫時好像有點燒歇了 但是所謂的燒歇叫做是不再嚴重 而不代表是就沒有了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像華為的禁令 依然還精在那邊 所以中國大陸怎麼可能去用 美國的高通 那中國大陸怎麼可能 就這樣子因為價格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去犧牲了中國大陸自己的利益 去轉向投抗美國 所以到目前為止 所謂的去美化的這個 受惠的這些族群 還是依然是屬於一個看好的部分 那2020年看什麼 就是看5G看AI看TWS看蘋蓋還有看去美化 甚至如果你可以看到美中通吃的話 那是最好最好的公司 所以我依然看好聯發科 依然看好台積電 依然看好大力光 依然看好這些指標的公司 這些相關的一個未來的一個走勢 用這些的一些指標個股 來看未來這個產業的一個前景 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那比方說像是那個工具機 工具機昨天上銀也是一樣 他召開了他們的一個 也不能說召開 應該說舉辦 舉辦他們的尾牙 然後其實他們也釋出了所謂的春艷的一個看法 所以像上銀的這個股價來說的話 近期也是創了新高 所以工具機的產業的話 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看上銀 然後看未來的一些相關的工具機的產業的走勢 那不過如果是所謂的所謂的5加2的時候 還是要請投資朋友回到真正的基本面去看 比方說像是那個風電還是一樣 就是稍微還是保守看待 因為真的是消息面為主而已 所有操作還是回歸到他能夠賺多少錢 他的基本面是怎麼樣 然後現行會告訴我們什麼時間點是 最好的切入點 最好的埋進點 最好的埋進點 所以這部分的話是今天我覺得很重要的 跟大家做分享的部分 今天節目到了最後的尾聲 還是要請大家包容我那個沙啞的聲音 我會趕快好起來 另外的話就是說 如果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的LINE Act快要被調漲收費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還是請大家 趕快加入我的Telegram 因為Telegram上面的話會有 我最多更好更多的一個分享的部分 那我會分享給大家 那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投資朋友獲利發發發 謝謝大家 謝謝